思索是一家知名购物网站的工程师 时尚靓丽 最爱生活 虽然年轻 但是家里有位疼他爱他的先生 生活甜甜蜜蜜 事业上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已经独打了面 更让您羡慕的是 2014年5月 小两口有了自己的宝贝千金 依依 依依是2014年5月21号 凌晨3点39分出生的 然后当时他出生的时候比较小 是才五斤半 然后是46厘米 当时因为他提前了一个月左右出生 所以给我们来说 就很惊喜 因为他马上就提前来到了 但是也后来 就是因为在医院里 我生了很长时间 我是破水了 破水之后生了24个小时 然后才生出他 现在想到眼泪都会下来 因为当时觉得特别兴奋 但是也很辛苦 然后那个猪产士人特别好 跟我说不能哭 等你哭了 就是你以后 你身体就恢复不好了 当我看到这个小家伙 就在我胸前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 思索和先生热爱的理由 二人世界的时候 两个人几乎游遍了大江南北 热爱生活 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服装 对身材 像所有爱美的姑娘一样 思索也是非常在意的 可是怀上了宝宝之后 体重还是悄悄发生了变化 当时我关心我先生 我们两个还说 要么顺产 要么母乳喂养 我会选一个 因为我觉得母乳喂养 第一是完全把妈妈 就已经拴住了 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对我的身材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首先是我本身在怀孕之前 我就是一个不太瘦的人 然后呢 但是我怀孕又胖了二十五六斤 当时还差最后一个月 其实胖的算挺多的了 最后一个月长了更多 所以当时这个时候 等我 她又很小五斤半 所以我满月的时候 还是一百五十多斤 我当时都快崩溃了 自从怀上的宝宝 准妈妈的生活 与以往完全不同了 为了肚子里的小家伙的身体健康 思索做足了各种准备 按照医生的建议 每天按时服用叶酸片 复合维生素片 饮食上 也是注意各种营养的搭配 怀孕期间 思索身材日渐风靡 但是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宝宝的聪明健康是最重要的 至于自己的身材 等宝宝出生之后再做打算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提前降临吗 因为她早产了一个月会 所以会在ICU做一些检查 最后在ICU待了六天 当时是由于 就是儿科的医生建议说 要抹乳的话 你就要自己拿吸奶器会吸出来 所以我每两个小时就会吸奶 然后刚开始奶没有多少 但也会存在就是那个冰柜里面 之后我先生就每天早上就会去送奶 送过去 然后可以让姨姨在医院里 可以喝到我的这个奶 早在怀孕初期 思索想的是把孕育宝宝的人生大事 顺利完成之后 再继续规划自己的美丽人生 可是随着育儿知识的学习 她逐不了解了母乳对新生儿的重要 于是暗暗下定决心进行母乳喂养 从孕期开始就要加强妈妈的营养供给 尤其是像孕期的铁的补充 孕期的这种叶酸的补充 以及这种新的补充等等 我们涉及到这种孕期的营养健康 而且呢在这个母乳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母乳喂养过程中 她这个营养呢是从我们这个妈妈 一个是说从食物中来源 就是现吃的 再有一个呢是在孕期的储备的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营养不足会损失到母亲的营养 母乳的主要成分有蛋白质 氨基酸乳糖脂肪 无际盐和微量元素 母乳中新的吸收率可以达到59.2% 而牛乳仅为42% 母乳中铁的吸收率是45%到75% 而牛奶中铁的吸收率为13% 母乳中丰富的酮对保护婴儿 焦嫩的心血管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母乳蛋白与牛乳蛋白在构成上有显出差异 母乳蛋白中乳筋蛋白与烙蛋白的比例 会从初乳的6040逐渐调整 并稳定在四个月后的约4060 这一比例区间非常适合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而牛乳蛋白中两种蛋白的比例是1882 乳筋蛋白更容易被婴幼儿吸收 相对来说是婴幼儿蛋白 而过量的烙蛋白会给婴幼儿的肾脏带来较重的负担 亲妈妈思索在孩子出生之前做好了各种准备 虽然已经决定母乳未养 但还是准备了奶粉以防万一 首先奶粉我们有背着 其实在没生之前就害怕奶水不够 或者是可能宝宝不太喜欢母乳 也有这种担心 所以我们就会背着宝宝的奶粉 很多医生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会跟你说只要是可以母乳就一定要母乳 因为母乳的确要比奶粉好很多 这也是我从怀孕一直到吃完宝宝之后的阶段 听到最多的医生会对我们的教导 婴儿配方奶粉是为了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 在普通奶粉的基础上加以调配的奶制品 以奶粉、乳清粉、大豆、頤糖等为主要原料 加入适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营养物质 经加工后制成了婴儿食品 与普通奶粉相比 奶粉在配方中去除了部分烙蛋白 增加了乳清蛋白 配方奶粉的总体蛋白质含量 普遍比母乳高40%到50% 目前相关产品质量标准也是这样要求的 蛋白质含量高 主要是由质不够量来补的观念导致 可是过高的蛋白质含量会带来肥胖风险增加等负面的影响 在目前技术情况下 直接降低配方奶粉的蛋白质含量 又可能会带来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 母乳喂养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 也是妈妈应尽的义务 配方奶的营养价值 它是尽量可能的去追求母乳的 和它去接近和匹配 但是无论如何 母乳的可能是更适合婴儿的生长发育 尤其是适合自己孩子的生长发育 由于早产 新生儿依依在医院ICU观察了六天 这几天时间里 新妈妈思索坚持节奈 新爸爸杨哲不辞辛苦的把母乳送到医院 保证了孩子最初几天的母乳进食 回家之后 妈妈思索担心 已经吃了几天奶瓶的孩子 还能够接受自己直接哺乳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 就是依依她当时是第六天回来之后 她就一直吃的是奶瓶 在医院虽然是母乳 但我也没喂过 就一切对我来说 又很陌生又不敢喂 但是当你她饿的时候 你看到她在哭 然后你把她放在胸前 抱在胸前 就让她去尝试去母乳 她刚开始可能那一下下会反抗 但是这是一种天性 她就会开始去尝试这种方式来去进食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说你做了一些准备 但是当你当作为母亲之后 就是是自然而然 母乳喂养 奶粉育儿 哪个才是最佳选择 保持身材补充营养 新妈妈能否两者皆得 母乳喂养好处多 俗话说母子怜心 新妈妈们通过婴儿 瞬息母亲乳头的自己 能增进母亲对婴儿的父爱 关爱 疼爱之情 婴儿通过瞬息母乳 与母亲有切夫之温暖 切夫之亲近 既感到安全 又感到高兴 因此母子之间的情感 就在这微妙之中 不断的沟通与逼境 不断增进和升华 我们知道妈妈在补喂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她的眼神 通过她的动作 能够很好的加强这种亲子关系的建立 以及这种心理 还有这种防止这种云 产后的抑郁症 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对妈妈来说 那对宝宝呢 我们知道母乳是婴儿 最好的食物来源 那我们通过母乳呢 一个方面 我们知道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存在器皿 消毒 不充分 还有奶粉的受污染 等等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 那我们安全是保证的 第二个呢 我们的营养是保证的 妈妈会尽量的适合 比方说从孕的出乳 到她成熟乳 过度乳 这一方面呢 她也会对这个孩子 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 在不停地在变换 适合孩子的生长 母乳喂养 可以降低减少婴儿过敏现象 由于母乳干净 安全 无毒 没有任何副作用 拥有天然的抗生素 和抗病毒素 用母乳喂养 能够大大的降低和减少 婴儿的各种过敏现象 如果使用其他替代品喂养 就难免产生各式各样的过敏 可能会导致婴儿吃不香 睡不安 生活不适 影响婴儿的健康成长 因为依依 她出生的时候 是比较轻的 五斤半 然后身高其实也不高 就是应该是在宝宝的中下等水平吧 但是等到她满月的时候 她已经平均一天长一两了 就长到快九斤了 八斤多了 就是几乎是八斤半了 然后之后的前三个月里面 她也是平均按每天不到一两的 这样一个速度去长的 她现在是一岁多 她有二十二斤到二十三斤 身高应该有七十六七十七厘米 就是在同龄的孩子中 就是完全看不出早产的这个身影 所有的周围的孩子都不相信 一一是早产的 但是她的确就是 所以她这个追赶成长 就是还做得还挺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母乳 和她本身的这个 可能跟她这个胃口好 也有一些关系 孩子的茁壮成长 也让原本有所担心的 爸爸妈妈惊喜 更让思索开心的是 虽然在怀孕和母乳喂养期间 有着充足的营养补充 可是自己一直担心的 体重暴增现象 并没有出现 因为当时非常想 就赶紧减肥 但后来你发现 其实母乳 你等到三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可能慢慢就 就减下来了十斤二十斤 但我没有做任何改变 原因是我觉得母乳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是说我这边吃了很多 然后之后 我还会保持很胖的身材 就觉得宝宝是在 在吸引你母乳的时候 其实也帮你消化一些脂肪 所以你的身材没有说想象的会胖到非常多 你不可容忍的地步 因为在孕期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会积存一些脂肪 而这个脂肪通过这种母乳的供给 它通过一种能量来传递给了孩子 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母乳的一个过程 是它很好的一个体重恢复到孕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如果通过一个母乳喂养的过程 对妈妈恢复体型是非常好的 专家告诉我们 母乳喂养有利于产妇恢复身体健康 还不知体现在保持身材上 新妈妈通过生产 使身体精神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产后能够采取母乳喂养板 就能够帮助产妇子宫恢复减少阴道流血 预防产妇产后贫血 促进身体康复 同时还有助于推迟新妈妈再任期等 母乳喂养可以减少女性患卵巢癌 乳性癌的几率 已有科学家经过调查 统计和分析发现 将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的新妈妈进行比对 反正使用了母乳喂养的新妈妈 患卵巢癌 乳性癌的几率 要大大低于非使用母乳喂养的新妈妈们 但是专家也提示我们 并不是所有的新妈妈都适合母乳喂养 比如说对健康 有一部分健康的妈妈呢 她要从事演艺啊 或者职业的生涯 非常要求自己体型非常的苛刻呀 那这个时间呢 她可能是说放弃她的母乳喂养 还有一部分呢 是因为她有传染性的疾病 比如说这种乙肝啊 或者艾滋啊 等这些很容易去传染的这样 通过母乳传播的 那么这样的话 她只应该是 医生就会建议她去放弃这样的母乳喂养 四个月的产假很快过去了 思索又回到了公司 但是随着喂奶次数的减少 母乳量也有所减少 在营养师的建议下 思索随时在调整自己跟孩子的食谱 然后但是在由于你要哺乳 所以说你一定要喝就是水分的摄取 汤水的摄取和一些牛奶 这些你要比平时要喝很多 比如现在我还是每天晚上要喝两杯牛奶 原来我就喝一杯牛奶 但是由于现在宝宝在夜里会吃的多一些 所以会多喝 然后每顿饭都会喝汤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原来我们并不像南方人 广东人那么愿意喝汤 但是现在的话 每顿饭我都会先喝一碗汤 然后再吃饭 然后这样的话 记忆不会让自己吃太多饭 第二是在奶水方面还是比较充足的 为了尽量延长母乳喂养的时间 她每天都要利用午休时间回到家里给依依喂奶 这样还能保证宝宝一天三顿的母乳喂养 虽然与以往相比日子忙碌了许多 但是生活对于她来说更加甜蜜充实 已经一岁两个月的依依的生活 在妈妈的打理下非常健康而有规律 她现在一岁了 所以说她腐蚀非常丰富 比如说她可以吃米粉 会吃一些米粥 也相伴有一些菜 这样其实她腐蚀就早中晚 她都会吃一些腐蚀 世界上没有两位母亲的乳汁完全一样 但是每位母亲的乳汁都是为她自己的孩子量身定制的 以满足孩子所有的成长需求